中字 可以綁壽星好 好 起來囉 確定 好 所以我們剛剛知道了 簡單來說 進度量跟多度量 就像是因理跟公語的 一個普教關係 或者是公尺跟因子之間的關係 它就是一個不同的單位而已 我們如果講進度量 跟角度量的關係 角度是180度的時候 進度是多少 角度是180度的時候 進度量是多少 拍對不對 進度量 剛剛我們講的是 一個圓 一個圓 從這個地方 鬧放這邊 它是多少度 360度 它是多少進度量 二拍 對 進度量是 我們剛剛講的是 弧度長 弧度長 這個給弄不上弧度長 對啊 弧度長多少 弧度長是 弧度長 二拍 二拍 我把弧度長去除上半清之後 就可以讓它的靜度量 對 靜度量 它靜度量是這麼大 所以假設我現在告訴你說 有一個角度 從這兩個通用一個夾角 到時候 你可以去後面讀化學 如果不想聽 去後面讀化學 沒有辦法去 是我的大腦 沒有辦法去 那就站起來三個 睡覺以外 不要擋弱勝機 好 所以基本上 這個夾的 這兩個的夾角是多少 夾角 夾角是多少 夾上次是地檔 我可以說補償是多少 是不是R 對 對 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 所以或者是反過來想 我家裡的股場 我股場知道 我家裡的股場出張半清 可不可以得到這邊夾角 好 問你的問題 進度量 六分之拍幾度 進度量六分之拍 對 有沒有問題 進度量六分之拍 我聽說你拍跟180是對應的 所以我們 四分之拍幾度 好 好 除以六 除以六 幾度 四分之拍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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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別人 都聽你講就好了 就飽了 四分之拍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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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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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多少 我會想想想 是 多少 除以四 多少 我在贏著 好 他在贏道士教學 幾度 之後 要幫你說什麼 那為什麼不踢 我都不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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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分之拍幾度 四分之拍幾度 四分之 九十度 九十度 九十度對不對 不對 一百八對應當拍嗎 拍公 一百八對 十分之拍幾度 四十五度 四十五度 都對 那我問你 沒有 沒有 三十六度 三十六度 沒幾拍 三十六度 沒幾拍 多少 五分之拍 五分之拍 那沒問題吧 沒問題吧 閉嘴 這件事情 當然對應關係 我們習慣 在我們 如果都講單位 就知道單位換算 這個其實是 那個叫什麼 那叫一項而已 對 對 那是把他 把 把那個五重 對 好 所以我回來這邊 我們看到這邊的第二條 低檔 我知道這半是哪 好 有 想要從這邊 移動到這邊 這個五場多場 多場 沒有 這邊沒有低檔 不好意思 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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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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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有問題 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 所以說 你看 我這個東西 其實我們現在看一個角度 剛剛這邊有一個速度 這個速度 這速度從那邊順便 這其實角度很小很小 只把一件放大了 所以基本上這個速度是上桶的 它從那移動到這輩子 用這個速度 V V V 就是夾二號的速度 夾二號速度是V 好 好 所以V是不是 在這個βT的時間 移動了多長 移動了多長 移動了RβC 對不對 對 對 有問題 有 什麼問題 你是說 他移動就是那個浮腸 對 他移動這個浮腸 腳步噴上 向下這個直線 你可以把這個點給個代號 我稍微入比較好 這個點給個代號 OK 這叫P點 P先生又移動了 P就是P prime P P 對 Data P 對 它移動的距離 這距離比較多 Data S Data S 所以這Data S呢 等於 R Data Data 有問題 有問題 它移動了個距離 Data S 這個Data S的距離呢 現在好等於 R Data Data 有問題 有問題 找到問題 找到問題 我看非常思考的很深 那都在讀書 OK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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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R Data S等於R Data Data 有問題 這樣什麼問題 從那邊思考到這邊看 有 有問題 沒有 S是距離 走的距離 P到P之間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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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DELTA T就是時間 不會跟長度拿來做距離類規 那不是一樣東西 時間跟距離沒有關係 他經過 DELTA T 時間之後 他走了 DELTA S 的距離 這 DELTA S 的距離 如果透過剛剛的換算的話 他可以知道說 他是角度跟半徑的成績 不是角度 是進度 他移動的角 夾角 跟他的半徑的成績 就是他所移動的距離 沒有問題 沒問題 所以我們知道了 速度是什麼 是 DELTA T 分成 DELTA S DELTA T 是 B 嗎 速度啊 速度是單位時間所經過的距離 什麼地方 他在說裡面寫得很臭而已 沒關係 這樣有問題 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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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看到很多次有點茫然的 有問題要舉手 那這時候 DELTA T 是 DELTA T 還是經過的時間 不是 不是 DELTA T 計時 你看 計時開始停 這個經過的時間就是 DELTA T 所以他不是 DELTA T DELTA T 不是 DELTA T 不是啊 DELTA T 是 DELTA T 距離啊 這距離 距離是長度的關係 我上課的時候 定門中 對 長門中 我幫你衝 距離 距離是一個長度關係 時間 是什麼 距離是長度關係 距離是一個長度 從這一節移動到這邊 這是距離嘛 啊 什麼是時間 就時間 就時間吧 所以 DELTA T 會不會等於距離 DELTA T 沒有 我們在想 你剛才這上面 你的上面不是也寫 DELTA T嗎 我剛剛在寫 DELTA T的時候 我嘴巴搶了的時候 所以 為什麼不能照抄 因為照抄你就不知道我在寫什麼 我在寫的時候 我講的就是經過的時間 對 我講 經過 DELTA T 時間 所以你剛才說 DELTA T 是不是 DELTA S 不是的 因為我在寫的時候 我就想說 他經過的時間是 DELTA T 那時候你可能沒聽到 經過 DELTA T 時間 所以時間是 DELTA T 有問題 經過的距離是多少 DELTA S 有問題 沒有 DELTA T 所以我們把它算算 那你就知道 DELTA S 成 R DELTA T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等於什麼 R DELTA T 分成 DELTA T 有問題 為什麼它浮力提8分 因為 R 是我的固定值 可是它不用處理時間 固定值常數處理時間沒有意義 它不會改變 不是啊 你稱它不會去好 沒有 它不會 分子去沒有關係 它跟它放在分子也還是一樣 它不會改變 R 沒有改變 我只把它先提出來 3乘以7除以5 等不等於3乘以5分之7 哦 等不等於 517R 我都表情我忘記了 等不等於 等於 等於 所以當寫可不可以 還在這裡 OK 好 所以我們要看到了 一個 這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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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這個東西 哦 腳速度 我的嘴都不要臉 什麼 腳速度 這腳速度啊 它叫什麼名字 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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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點點什麼 R Omega R 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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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問題 所以我們速度跟R Omega這些關鍵出來 課本這樣子 課本在哪裡看 課本真的沒有寫 有啦 有寫文 課本有 2-30的後面還有一個 2-30 2-30講下去度 然後但是課本的 2-30跟2-31 中間有一段有沒有 叫做V等於R Omega 它沒有解釋 2-30 所以我現在畫的時間 再解釋這一段 2-30 哦 我看到了 OK 你可以把它叫做 2-30 A4 反正就是 這個式就是 V等R Omega OK 好了 我們知道這概念之後呢 那接下來我們要考慮 加速度 加速度多少 剛好錯過一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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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幫你抽10秒 好啦 再呼吸一下 好啊 速度是ΔT分是ΔS問題 沒有 因為單位時間所移動的距離 這個距離有沒有知道ΔS等於RΔT 沒有問題吧 所以RΔT取代這個ΔS 然後取代掉 取代掉之後 剛剛子榮問了一個問題 為什麼不直接把R寫在上面 對啊 這沒有問題吧 哈哈 對 有問題要講 有啊 有啊 什麼理 R 我問一下 3乘以5 所以7 3乘以7 3乘以7分數 可以耶 OK好 欸 你跟我講一下就好了 奇怪 我們又重演了 剛剛的第一次 不是啊 剛剛是學語問對不對 對 他不知道是指手問 欸 你什麼 所以他不能跟你講 他不覺得有問題 他要發手 好 好 我們要越開越怪怪的 好 Tina Tina 剛剛講過了 這是Omega 所以他拜進來之後 就等於R Omega 這什麼病啊 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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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為什麼你感覺是在做 對 對 怎麼有魚害的 你不能存在光彈 這是希臘製的小血啊 他的大血長這樣子 Omega 這不能電鼠啊 對 電鼠啊 電鼠講電鼠啊 電鼠啊 這終於 好 所以 所以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R 這在課本上 是第27頁的 第二支三十四 跟二支三十四 中間有一個式子 那課本沒有解釋 那怎麼來的 陳韻你有沒有在聽 有啊 我有在聽 哪一次 二支 二支 三十 OK 閉嘴 二支三十啊 好 我們看一下 我講對了 所以當我一個圓周運動 我從這個點 有個切線速度 移動到下個點 有個切線速度 我們回到上禮拜一就講了 我移動了C大腳 從這個點 C大腳 趨近一點 就是我們講到很小很小的時候 很小很小的時候 好 那你看呢 這是V 這是V' 我給那個下面 我卡住了 我卡住了 我再想一個事情 所以V呢 我DELTAV哪個卡 DELT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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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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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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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VV 對不對 好 香檢之後 丟到什麼 一個服務 趙聰你要好嗎 我累了 好 兩個香檢得到什麼 一個丟菜 我上禮拜就問 對上禮拜問到這邊 這個是那個方向 哪個方向 先平行四面 我們是V clamp 減V 所以我們是將來V 從V clamp加上 負V 所以負V在哪 負V一直把它靠過來 然後連起來 所有東西我都可以 這個東西不懂就舉個例給你看 對不對 我們要簡化它從頭開始 所以為什麼要這麼複雜 就是要把它簡化 從簡單開始 所以你看這樣加起來會變什麼 這個 加上這個 就得到這個 這個是不是就只有這個大小 那 我 為什麼是從V到V 好 我們再換圓 A B 好 A 減B 等於什麼 A減B 等於一個B 到一個下 是不是等於A加負V B在這邊的話 負V是在這裡 對 對不對 對 那如果把它畫成P 四邊形的時候 是不是從這邊 所以A減B 是等於這一段 同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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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的那個項鍊加減 對 前面的項鍊加減 對 前面的項鍊加減 這樣同不同意 好的 V到V是等於這一段 我可能畫得平衡 前面一點畫得不太好 對 感覺是長的有點長 對不對 好 OK 恭喜成功 比較類似 畫得很舒適 好 所以簡單來說 這兩個相片 你得到的是這個方向的大小 對不對 好了 這個角度是不是也是C打 這個角度是C打 這個角度是C打 對 那請問 ΔV 等於這個東西的時候呢 我們要討論的是 先討論 ΔV的大小 是多大 DennaV的大小是多大 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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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多大 多大 多大 這時候我們用到剛剛的概念 這個補償等於它的半徑 適當角度 等於什麼 所以這邊的大小等於什麼 R 這邊的R是什麼 就這個圓嗎 有說這個地方嗎 圓 圓 你可以想像這邊圓在什麼 它就是差不多這個外面 多少 半徑是多少 就是V V的大小 V的大小 是V的大小 這邊R 成像什麼 V的大小 成像 讓我想像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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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問題 有 哪裡有問題 成像是C大 為什麼同V的大 你不知道算V 這是它的補償 對 它是補償 補償 對不對 補償是怎樣 半徑 這張角度 半徑是怎樣它的進度 對 半徑是不是V的大小 不是 進度是不是V大 OK 有問題 無常跟它直接走下來了 這邊講的是速度 這跟它移動位置沒有關係 我們講的是速度 就速度這邊 你可以想像這邊還有一個速度 用速度半 速度大小做得出來的一個圓 用在減它的時候是 又把速度大個人利用 這樣問題 沒問題 沒問題 所以你也知道 Delta V的大小 知道對不對 Delta V的大小 Delta V的大小 你就知道了 它的方向呢 方向 往哪邊 方向往哪邊 方向往哪邊 往哪邊 為什麼往右邊 你從哪邊 看到往右邊 哪個地方寫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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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個 三角形 然後 V 這個 Delta V 對 所以這邊寫右邊 就往右邊 不是啦 他右邊 往左邊 往左邊 A現在要往哪邊 A現在要往右邊 B現在要往哪邊 也是往右邊 O往右 O往右 哪邊 他都是這樣子畫的 這是一個什麼 它代表的是 這個V是一個香料的意思 它真正的方向往哪邊 我們要看圖 Delta V 往哪邊 我們是剛剛畫出來的 往哪邊 是嗎 不是 Delta V 往下 往下吧 蛤 Delta V是這段 Delta V是這段 是V 是V 哪裡 V 它根本不是在這裡 不是有個白色 Delta V Delta V 哪有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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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Delta 我把這個 沒有 我把這個向量移到這邊來 對 我把這個向量移到下面來 沒有我聽的 所以 V 我把這個向量移到下面來斷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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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V つい 對 現在 Dun 非常講 兩回不錯 簡單來講就叫做單位時間的是什麼 速度變化量所以這是什麼 加速度非常好就是加速度 有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就知道加速度就是ΔV ΔT分之ΔV就是速度變化量去除上單位時間 這樣沒有問題吧 這邊就講過了 所以我們把這邊你看 ΔV就出到ΔT ΔV就出到ΔT 等於什麼 這邊就來了 ΔT分之Δ 那我們這邊可以給它ΔC ΔC Δ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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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知道 根據剛剛上一節各的討論 就是把它ΔC打就好 對不對 它的半徑是多少 它的半徑是多少 它半徑是V的大小 所以給它放絕對值 對 它放絕對值 它的腳步 它的移動的夾角就是ΔT 所以把它兩個相乘就得到ΔT 大小 這樣問題 所以ΔT 半徑成假角 半徑成假角 對假角 好 那接下來這是我們過去一起來學的 加速度 就是單位時間的速度變化量 單位時間的速度變化量 所以把速度變化量去除上 時間之後就得到加速度 所以把這個穿過來之後呢 除上ΔT 我是不是給得到 我的加速度 那這個除起來會讓我發現 這邊有個零HD 有個零HD 截就是百分之中 那沒錯 現在準備有 open 這個還是沒開 這個 所以我們加速度可以得到V Omega 那V是什麼 我剛用後面算過的 V等什麼 V等 V 再講一遍 絕對值值獨 Çok 大小號 辣 大小 對不對 等什麼 R Omega R Omega 有沒有 得到了 這樣嗎 你在那邊嗎 怎麼下去呢 還要走樓梯啊 這邊有個V 對不對 V 移過來 V是不是從那邊來的 V V是R 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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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後來Omega Omega 因為V就是R Omega 我們剛剛考過的 是啊 然後你的加速度不是V Omega 所以Omega R就下來 然後就變成R Omega Omega 對 不用管加速度那個 加速度等於 加速度等於 我們講是大小 大小 大小指的是 看得到的這個長度 我會覺得 我會跳到 就這樣 加速度等於 這個大小是Rm Omega 但V的大小 知道我們這樣 是向量 但是這邊手算的 都只有大小 這邊手算的 都只有大小的關係 都用的是大小關係 所以你覺得 加絕類型的關係 都指的是大小 Omega 所以你可以把絕對值拿掉 因為我們都是知道 是大小 所以絕對值也可以拿掉 好 所以 絕對值拿掉之後 我們這邊有的是 實際上是等於什麼 R Omega 再乘下Omega 所以等於R Omega 這樣子 這是不是2 之3 可是我不懂為什麼 你要把絕對值拿掉 絕對值 在乎的是 它是不是大小 對啊 好 當 A 絕對值 等於A的時候 就有一個前提 A是大於0 對不對 這在 在代字上這樣子 或者是 這是一個像樣的時候 如果把絕對值拿掉 你必須知道說 它的大小就是一個字 不是寫著 我們就比較知道 什麼 應該寫著 絕對值 我們還是比較清楚 好 或者是 我可以把這個 這邊拿掉的時候 我直接寫V 大小就好 直接寫V 也可以 因為 我在那邊講的是 它的大小長度 就是說 你DELTAV的大小 指的是 V這個大小 去乘上 乘上Z 所以當你把DELTAZ 去除上T的時候 就可以知道 加速度 大小 加速度是大小 我們這邊都指大小的 沒有講到方向 但是你可以從這個角 這個圖上來看到 它的方向是垂直於速度 有沒有問題 是垂直於速度 OK 所以這是整個推導的過程 怎麼樣 什麼問題 受到了9999以上 是 殘血 加速度是也 跟半徑還有速度 加速度跟 有關係 半徑是什麼 半徑還有速度 不會想講 阿分之冰筋 阿分之冰筋 對 半徑的速度 大小好強喔 不會也好強喔 那我們來看 我們這邊還可以來算算 你在這個地方 你得到的是什麼 Omega Omega是什麼 Omega 對 Omega Omega 給你表示嗎 好不好 或者是說 嗯 我們假設速度跟 你已經在這個速度 你知道那個半徑 你有沒有辦法知道 那個Omega的關係 我們從這個地方 留下來死去 M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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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Omega來看的時候呢 你把Omega做轉換 你知道這個速度的時候 你知道速度的時候 你也知道R的時候 你可以知道Omega來怎麼樣 在什麼 喔 把他丟過去丟過來 對對對 不用再丟過來 M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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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丟過去 這個式子呢 那個 Omega丟過去 Omega Omega 是放的 Omega R分之V 對不對 對 Omega 是怎樣 R分之V 對 因為從這邊來 嗯 因為上面的比較少 我們這邊是V 等於 R Omega 所以Omega是怎樣 R分之V 喔 那我放得到製作 對不對 好了 那這個知道的時候 我們把這關 再蓋進來 這裡 會少一點東西 對 不會少一點東西啊 R 乘上 R分之V R分之V 叫平方 對不對 所以這叫什麼 R分之V平方 R分之V平方 好 這是二十三十一式的 不同的寫法 一個是用Omega寫 一個是用 速度來寫 這個R分之V 這個R分之V 那問題 預讀來寫 好 所以這兩個意思是什麼 看你怎麼用 假設你知道我現在的速度 我知道我的速度 我就可以用R分之V平方來得到向性加速度 我如果知道我的角速度 我就可以用半徑跟角速度的關係來得到 那個向性加速度 R分之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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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一下 你說 突然把代號變成中文 我有點 剛剛是把中文 我們剛剛都要把中文變代號 你這樣突然把代號變成中文 所以 假設你知道這個圓中運動的半徑 跟它的速度的時候呢 我想知道它的向性加速度是多少時候呢 我就可以用這個 它是R分之V R分之V 我如果知道半徑跟我的角速度的時候呢 我想知道我的向性加速度 我就是用這個 它那算的是向性加速度 向性加速度 我們剛剛在確保向性加速度 對 這兩個速度的差一徑不是向性加速度 因為它是差的遠徑的方向 向性加速度 向性加速度 因為法性加速度 對 法性加速度 可以當成一樣的 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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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問一個問題喔 從這邊我們來問一個簡單問題 兩點 還有兩點 三點 我一個東西 我拿個繩子 好 繞圈圈 假設這個半徑 是50公分 Yeah I did 這個石頭 我要再一次 這個石頭 以這個點繞圈 這個半徑是50公分 半徑是50公分 假設我的周期 我剛剛繞 繞一圈是一秒鐘 一圈是一秒鐘 一圈一秒鐘 一圈一秒鐘 請問一下我的相機加速度是多少 一圈一秒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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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沒有好一點 有沒有覺得舒服一點 周期四圈一秒鐘 這算了 我問你加速度是多少 200拍平方 200拍平方 哦 不要相信他 再逼給他 我為什麼要等他 你說開平方 開平方不是 我說拍平方 拍平方啊 我聽了200拍平方 我聽了200拍平方 我看平方不會剛寫錯 因為我寫開平方 200拍平方 好別的拿平方 不用你他 思考一下 老師 收拾 不知道什麼菜 不知道什麼菜 對對對 就這邊都有了 答案就在黑板中 超高的 大家看課本 課本比較乾淨 沒有 課本沒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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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只要用到二次三十一試啊 沒有 這只要用到二次三十一試 對 我所以 是你說 沒事 我只是想要你記住 給我記住 沒有 你想慢慢想 我為什麼要講這週期很重要 這週期可以代表什麼 然後這邊有個小小的轉換 不知道 不知道有數 不知道什麼 速度 速度 你看到速度對不對 可是這邊可以說 OK 不知道這個速度 但是你可以知道這個 Omega 可不可以知道 不行了 為什麼不行 可以嗎 誒是1嗎 不是1 Omega是那個 是多少 Omega是 轉了一圈的 角度的時間 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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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來的 看這裡 看哪裡 R分之B平方 R分之B平方 或R為哪平方 或者是R為哪平方 或者是R為哪平方 50 分之4 20 所以第一個答案是 50分之4 誒他這樣兩答案 一個答案對 只有1分 50分之4 50分之4 你不要管人家 對不對嘛 人家可以有對 不 好 我想一下 所以那個 Data T 打就是二圈 Data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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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講了嗎 你的Omega Omega Data T Data T Data T 但是我不知道他繞多少 可是我這邊也知道 我繞多少是多少時間 我繞一秒 我繞一圈 繞一圈 繞一圈 一圈一秒 一圈是多少角度 二拍 一圈是360度 不用360度 Lit 不是Lit 360度等於多少 近度 180度等於拍 對 360度等於拍 所以是二拍 二拍 現在是200拍 Data T 不要 不要 200拍 對不對 對不對 波尼要走 對不對 他平方 差一點點 零售單位 你們 你沒關係啦 你有沒有 波尼有可能說錯啊 反正你們一直 太care 那想一下嘛 想一下 加速度 閉嘴 你們現在哪裡不知道 來講啊 好 講一下不會算 可以給你清牌時間 好不好 不是 我現在是 有點 英文中文的問題 好 那你講個你知道的 用中文英文講都可以 我可以聽 我現在不知道什麼是相心加速度 的英文 對 我現在沒有 A啊 A啊 我們剛剛在討論 A的時候 A不是加速度嗎 向心加速度 但是它的角度 是朝向圓心 所以我們又叫向心加速度 它是加速度 但是它是向心 所以我們又叫向心加速度 它寫中文不行 它這邊 那個沒寫它 那邊找回A又加速度 對 它沒有寫它的名稱叫做相心加速度 但是 然後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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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什麼 長得很像你覺得有寫相機 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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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ega叫什麼 角速度 角速度 哪裡 課本遊戲 我有講好幾次啦 今天講很多次 有有有 換光 同學 你們我們面對一個問題 我們問一個問題 你知道不知從文下是什麼 你可以 心裏還有一些疑問說 我想知道什麼東西 或是哪些東西 不知道 就是我現在告訴你說 它長度是50公分 我現在每一秒鐘它有一圈 然後請問它這個身上 這個物體 他都感受到的向心加速度是多 所以我們要問的是它的A是多少 我們剛剛可以表達 所以你們第一個首先 假設我們在遇到一個問題 首先你要先知道說 我要用什麼方式來摔 我需要什麼材料 需要什麼零件 對吧 在這個地方想需要加速度 向心加速度 當我們經過剛剛的推檔 是不是向心加速度只有Rω平方 或是R跟RB平方 對不對 是不是 半徑知不知道 半徑知不知道 知道嘛 什麼不知道 是速度或者是角速度不知道 速度或角速 哪一個比較好算 速度吧 速度怎麼算 你告訴我 速度可以算喔 速度可以算喔 速度怎麼算 速度算算到一圈 多少距離 到一圈多少距離 二拍 二拍 所以這邊沒有公尺 對不對 這邊沒有公尺 所以得到什麼 這是我的圓中長 二拍成語 R嘛 R跟50 你是單位是公尺 公尺要換回來 通常 這個東西你要用公尺沒有關係 我剛是想用公尺沒有關係 我剛是想用公尺沒有關係 對對對 但是你知道我們從以前的習慣上 大部分都是用公尺 那你用公尺沒有關係 但是你記得 你這樣這部分的說 記得也當該寫金字 拍公尺 拍公尺 所以拍公尺 對 好我已經知道距離了對不對 請問他這個數字是多少 速度是每秒拍公尺 每秒拍公尺是這樣 沒有錯喔 我數到1秒就等於我的速度嘛 所以是π秒 對不對 速度有了所以我加速更是嗎 R是V平方對不對 所以R是多少 R是50公分 0.5 然後V平方就是上面的π 每秒π公尺 所以2拍平方 對不對 所以多少 2拍平方公尺 公尺 公尺 這樣知道嗎 就是答案 另外一個算法是 A等於R 5米卡平方 5米卡當然可以算 我繞一圈 多少角度 是2拍 所以等於 R2拍 我需要多少時間 1秒 這是歐米卡平方 R是多少 1.5 乘上4拍平方 每個2拍平方 是一樣的結果 是一樣的結果 欸這樣 所以 欸這樣 所以 所以 所以沒有人答對 為什麼 誰答對了 那不是 那不是 那不是我 這是你算的嗎 不是 那我們要再出一題 好 欸欸欸 把公司擦掉 把公司擦掉 對 根本都有公式啊 有 根本有公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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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想一下 我要想一下 你做什麼題啊 我還想一下 我們看不穩啊 我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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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複習一下 好 你可以先 老大想一想 我們剛剛會講什麼 好 用這個 好 一個 一個 大型 好 我們來講 雲孝飛車 對 我就想想 雲孝飛車 加一點 雲孝飛車 喔 剛剛那一圈 對不對 蛤 沒有 這很難對不對 很難對不對 他從這邊 滑下來 他那邊要滾一圈 選擇 這半鍵是R 嗯 選擇 哼哼 承鈺太多喜歡 太好了 我 在這邊的速度要是多少 我才會掉下來 我靠 這是什麼 那還要知道車子的重量 還要知道 雲霞飛車 不用管 我沒有管 就是不需要 才不會掉 我的加速度是 我的重力加速度是 負居 可是 可是 鐵滾 不是 才會掉下距離 才會掉下距離 後來加速就是 鋸子 因為 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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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你鋸子 才不會掉下距離 才不會掉下距離 至少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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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比鋸大 比鋸大 就是他的那個 題目的問題 條件 條件 不是 就是 比鋸大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G 不是 G 是重力加速 重力加速 但是在這邊 對對對 在這邊你把G拿來當 向盈加速度用的時候 只有在最上面的時候可以 不是 速度跟向盈加速度不能比 所以你還是怪不出他的中心向盈加速度 G不是向盈加速度嗎 是嗎 G是重力加速度 G是重力加速度 但是在這邊你 把它當成向盈加速來用 對 至少要比他大 他才不會掉下距離 因為在這個點上 他受了一個 向盈加速的力 對 對不對 對 那他的速度越快的時候 他需要更大的向盈加速度 對不對 差不多 差不多飛出去 這個問題 是他會用到一些加強力的問題 我們 好像對你們來講 現在有點太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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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像我們換別的地方 對 對 你只要上通了 向盈加速度 就 就是了 對 對 是吧 是 喔 這有點簡單 好 我們 不是啦 對 你只要想通 他就很簡單 但是一定要想通 之前有些關鍵的爽快 他跳躍就好快 大家覺得很老啊 沒有 他那個鈴鐺他跳躍好快 對對對 他那個鈴鐺 這都不會 他跳躍 我已經覺得 我已經覺得 這個才是正常的 我已經覺得 是不是覺得退伏到今晚下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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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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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呃 假設 我現在在 車子在轉彎 但是他 他的手 我 我車子在轉彎 好 我 我用時速 60 公里的速度轉彎 這樣 那就變得 一尾 二尾 二尾 然後 我在轉彎的時候 我用一個 轉彎半徑 是 5公尺的 轉彎半徑 轉彎 誰叫轉彎半徑 轉彎半徑 就是 這個地方 這個幅度是 5公尺的一個轉彎半徑 好 好 算了 這回去送你們的信號 請問我在這個點上 我所收的 我的 相機加速是多少 相機加速 他只差一尺 你會 我會 我會上手 這問題非常簡單 這只是 套一下公尺 但是你要想一下為什麼 然後我們現在未來 講到摩擦 又講到什麼 別的地方 都會用到這個概念 所以這部分很重要 想一下 這個好複雜 好複雜 對啊 拍不起來 你時速是60 每秒 時速是60公里 不是每秒 時速60公里的速度 往前開車子 然後你遇到一個轉彎 你轉彎的 算什麼東西 在這邊的相機加速度是多少 你需要多少相機加速度 他可以轉得過去嗎 我們要轉彎 不是要給他相機加速度嗎 他再轉得過去 你要給他一個力 對不對 他轉得過去嘛 這個 造成他一個相機加速度 像這力是來自於摩擦力 這相機加速要多少 才可以讓他轉過去 OK 這樣知道意思嗎 B 這樣意思嗎 已經算得不到 沒有 好 加油 OK